光影二三世 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一到冬天就盼望着下雪 仿佛雪花飘落的日子 总有好事发生 一起欣赏今天的电影 《留校联盟》 1970年的美国波士顿郊外 圣诞节前的冬雪 给即将到来的假期增添些许寒意 这里没有越南的烽火硝烟 只有巴顿斯立中雪的惬意宁静 校舍顶楼亮着灯的房间 属于爱读书的历史教师保罗 按说巴顿毕业留校任教的保罗 在本校资历最老 但级别却迟迟没有提升 依旧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兼职老师 批改试卷的他 也改不了臭骂学生的毛病 好在一阵轻轻的敲门声 为保罗带来了温暖 同事奎因为保罗准备了圣诞饼干 按理说两人同位单身 保罗本该读出礼物背后的心意 可他却第一时间选择回避 没有半点受侵慕者的潇洒 潇洒一词本该是巴顿少爷的写照 学生们大多家境优渥 假期不是跟爸妈出国 就是去滑雪 端详手中全家福的安格也不例外 而向来以自我为中心的他 吵架半嘴也是家常便饭 准备假期去热带海岛的安格 当然没有偷同学泰德的香烟 更不会像对方一样 假期都没有爸妈来接 可对于学校后主的玛丽而言 假期已经变成一件可怕的事 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冬雪 玛丽明白这个世界上 再没有等自己去接的人 能理解这种心境的人不多 被校长传唤的保罗算是其中一个 现在本该是用餐时间 但老师们的长桌旁没有保罗出现 因为有老师借口自己母亲生病 躲过了本属于自己的假期轮班 他的圣诞节团员 就是以某个人的缺席为代价 保罗大概也能猜到 独屈的自己今年又要留校 他收不到学校董事会的名酒 却有不知从何而来的工作 只好用西塞罗的名言 缠发自我心境 人并非生来就孤独 因为人并非只为自己而生 留校工作也并非是什么倒霉差事 毕竟那些因为考试不合格 或因为家庭原因只能留校的孩子 其实也很需要照顾 可惜这番自白并没有让校长放心 因为他知道全校最教条和死板的老师 还是会在期末考试时严格判分 就拿上回某个参议员的公子来说 人家本来是要拿到全优成绩单 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 参议员可是本校捐赠人之一 看在资助的份上 学校也应该配合 但偏偏是在所有老师开绿灯的时候 保罗还是给了这位公子低分 理由也十分简单 因为保罗是严格要求自己 也严格要求学生的老师 建立学校的先贤曾经说过 巴顿中学要培养品格端正的年轻人 不能拿公益去换好处 校长听巴顿使无奈 只好与保罗交代工作事宜 留校期间事物不多 确保学生安全是第一要务 如果可以的话 就尽量做个好人 可惜坚持自我的保罗 并没有被校长的三言两语打动 在他下发的期末试卷上 分数还是一个比一个低 全班排名最优的 竟然是向来玩世不恭的安格 保罗当然明白 大部分学生很难接受现实 泰德也正在申请康奈尔大学 但大学就该有大学的门槛 至少在他这里 钱还不是万能的 不想耽误简证 假期归来就好好准备补考 幻音未落 保罗就准备讲解新考点 换作一般学校 这种措施无可厚非 可对于假期出远门的巴顿少爷 假期还背书是不可能的 安格带头提出异议 保罗却像期待已久那样撤回补考 让大家接受自己的成绩 不过在欢乐的假期之前 教堂还要举办一次特殊的纪念仪式 照例为那些穷古无助的诗人祈祷 只是台下的公子哥们 并没有几个在认真听 巴顿的年轻人是不会被送到越南的 除了本校职工玛丽的儿子 将性命永远留在了战场 纪念仪式草草结束 学生们收拾行李 各找爸妈 等待节日的团圆与假期的精彩 等不到妈妈的安格这才发现 已经改嫁半年的母亲 要去和继父度蜜月 这个圣诞节 安格只能一个人留在学校过 曾经嘲讽同学是孤儿的他 终究还是变成了留校生 死气沉沉的安格还没离开 向留校生交代事宜的保罗 又找到了一位新同伴 由于假期学校供热范围缩减 学生们都要在医务室隔壁合宿 连只剩一棵的圣诞松树都被校方卖给了本地居民 这种被遗弃到世界边缘的孤独感 少爷们还未习惯 两位职守的大人却连抱怨都没一句 有杯酒喝就已经知足了 只是除了孤独以外 学生们还要对抗的东西还有不少 安格惊绝权家福被盗 找到泰德兴事问罪 对方却一转攻势 只言安格是被抛弃的小男孩 内心大起大落的安格 干脆也揭开同学的伤疤 你以为爸妈不来接你 真是因为他们忙吗 别再伪装坚强了 你心里难道还不清楚 自己是什么状况吗 成绩一塌糊涂 做事得过且过 我要是你的爸妈 也不会去认你之中儿子 被说中痛楚的泰德 最终还是在愤怒中爆发 闻声赶来的保罗 发现没人认错 干脆启动连坐制度 不交代室友 就所有人一起洗课桌 害怕被牵连的低年级学生 当即供出了泰德 留校生活才第一日 泰德就这样陷入孤虑的处境 连菜都夹不到的他 多希望玛丽女士能赏个面子 留在餐桌旁 帮自己演示尴尬 可玛丽对这场闹剧没有兴趣 大失所望的泰德 也抱怨起了职工 我知道玛丽的儿子在越南阵亡 可再怎么难过 毕竟也是在巴顿中学拿薪水的好吧 为什么不能把菜做好吃点 再同情打理一些呢 总不能帮着大家同情 就不怕被解雇吧 泰德的居傲 最终换来一声怒吼 保罗上次这么愤怒 还是与参议员一家斗智斗勇 他要警告泰德先生 你这种含着金汤池出生的幸运儿 哪里明白别人的处境呢 对这世上的大多数人来讲 人生本来就是近期设的小楼梯 摇摇欲坠 还又短又脏 如果你能给他们加油鼓劲 或许还能换来两句夸赞 如果实在做不到 别在他人消沉的时候 过去踩两脚 也算积善行得了 保罗带着心中欲捷 一天天履行自己留校老师的工作 校长办公室的名酒无人认领 在保罗眼中却闪闪发光 或许人自生来命就不同 好在孤独失忆的人 还能借酒消愁 抱团取暖 善良的玛丽 甚至还想劝保罗对学生们宽容些 估值的老师却不打算改变 我的学生从生来就轻松了十几年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 以后大半辈子也会继续轻松下去 玛丽对此倒是不反对 且不论她的儿子上战场 其他的学生们 则连征兵令都见不到的反差 自己早在孩子未僵生的时候 丈夫就意外身亡 年轻的爱人某日被崩断的电缆击中 父子俩都没活过25岁 这或许是种巧合 轻松的人会一直轻松下去 能吃苦的人就有吃不完的苦 玛丽不是没有同命运抗争过 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她直接来到巴顿中学务工 让儿子经由职工家属身份 在巴顿这样的名校获取学习机会 儿子生前立志要去斯沃斯莫尔学院 她成绩合格 也拿到了奖学金 只要玛丽再加一笔钱 就可以圆了孩子的大学梦 可她就是凑不出这点钱 没有大学录取公知书 被军营征召的儿子 自然拿不到学生延期资格 而玛丽至今还记得 孩子安慰自己别难过的样子 妈妈我们想点好的吧 只要等我回家 我就可以通过退伍军人法案读大学了 后来的故事保罗都知道了 玛丽再没有等到自己的宝贝退役 她的孩子躺在冰冷的地下 其他人则继续睡在宫热的宿舍 假期到了就满世界旅行 看来老师说的很不错 人生啊就像经机舍的小楼梯 保罗也在自己的经舍挣扎着 没人能质疑他的尽职尽责 可学生们最讨厌的老师 恰恰就是总叮嘱大家 别撒谎的单身汉 同事们也排斥这个不近人情的家伙 这是成功者在有的权利 一个助校舍的兼职老师没资格 而一旦保罗的目光远离 泰德就会伺机报复高密分子 袖手旁观的安格不想再惹事 转学三次的他再被叫家长 就要被送去军校了 面对学弟的修奋 他干脆一针见血 泰德是故意只讲一只手套的 有温暖的左手做对比 右手才会更加冰冷自顾 正如不幸而弱小的人们 在幸运的强者面前更卑微 或许正因如此 玛丽才很少外出 挂满照片的房间再也没有主人 但他还怀念这里有过的幸福 安格也常常被学弟的哭声吵醒 即便是在远近闻名的名校 没有家人关怀 没有朋友相助 人生也有说不清的苦闷 安格当然明白这种感受 就算生活衣食无忧 人生的难题还有很多 比如学弟高估了朋友的作用 换个位置积蓄水 才能熬过漫漫长夜 在先贤们的注视下 学生们已经留校一周 除了保罗身上浓郁的酒味 学习氛围还算融洽 可偏偏是在平安夜之前 一架直升机广临小镇 某个留校生大喜勾往 那就是自家的直升机 看来担任惠普公司高管的老爸 终于想起自己这个儿子了 不仅如此 除了安格的家长以外 所有留校生父母都打来电话 表示自家孩子可以搭乘好友的直升机 离开小镇回家过平安夜 而不论保罗如何为安格争取 都无法联系上学生的家长 伙伴们就此与安格告别 得意洋洋的泰德 已向最终赢家班 将被涂抹的全家福 还给没有爸妈要的安格 安格再也没有力气反驳什么 只是带着内心的悲凉与愤恨 与同样被这世界排斥 同样无法信赖他人的老师一起 做个被地球遗忘的人 直升机腾空而起 保罗则轻淡一口气 仿佛在看镜子里的自己 玛丽的晚间节目放映是 这次也多了一位常住嘉宾 面对玛丽关于个人生活的提问 本想掩饰的保罗 在兜兜转转一圈后 还是承认自己没结过婚 也很少离开学校 大概是因为自己本就喜欢独居 但如果有一个远走高飞的机会 他会遵循历史的轨迹 去拜访希腊 意大利 或者埃及 其实在哈佛读书时 保罗就计划写一本历史专著 可转眼三十多年过去 他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的人生 还够不够填满一本书 玛丽则与伙伴一样 甚至做不了一个完整的梦 不过保罗其实连一个梦都不想做 中日记九孝朝的他 睡前总默念 默奈和毕加索的名字 可一旦躺下之后 就连学生偷钥匙都发现不了 安格就这样享受着孤独 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 或许和远去的老学长 和时不时前来悼念的母亲相比 他依旧是幸福的 可每当接受管教的时候 安格还是会谢绝老师的礼物 并以上洗手间为借口 给酒店打定房电话 可别说离开学校了 就连擅自使用公共电话 都违反了留校规定 被阻止的安格气不打一处来 不明白自己为何还要留守 学校里只有两个失败的家伙 和一位悲伤的母亲 他不想理会任何禁闭处罚 反正老师不仅事业失败 身体也老朽不堪 保罗气到破口大骂 奋不顾身地追了过去 却只是徒劳 反倒是叱咤风云的安格 越来越惊心 在体操事纵身一跃 最后把肩关节摔脱臼 纵使保罗任教多年 也从未见过这样的骑士 要是不及时送医 让安格落下个三长两短 保罗可就要躺在账单上度过余生 而不论如何 得知此消息的校长与家长 都会把他这个无足轻重的 兼职老师解雇 只要签下这份保险单 一切都尘埃落定 可偏偏是在此时 安格向良心发现一般 精心编制了一个谎言 他将保罗称为已和母亲离婚的老爸 父子俩因为家庭原因极少见面 是背着学校和家庭外出打驱棍球 就算受伤要治疗 也只需要现金结算就好 声泪俱下的安格最终还是打动了医院 脱臼的肩膀也被顺利揭好 保罗明白自己应该理解学生的做法 可巴顿的学生不应该说谎 不过看在安格让自己保住了工作的份上 他决定做点微小的报答 一向寻规倒具的保罗 竟然同意学生去酒吧 说起来没人会信 而这间酒吧偏偏还是奎音女士的兼职地 如此一来 安格喝不了一点酒精 上厕所也没有开溜的机会 但在离开前 他注意到了保罗与奎音的微妙关系 奎音的确和保罗有不少共同点 比如他们都不喜欢校长 保罗教过的学生里出人头地的很多 但校长从十几岁到现在 一直都不被老师肯定 奎音不敢往下接话 只好邀请师生两人明晚去自家举办的小型派对 可惜从厕所出来的安格 并没有因为肩膀的伤酒安分 他对谈求期的渴望 触怒了本地的伤残老兵 从越南回来的长辈 可是最痛恨巴顿的少爷们 保罗惊觉学生又惹上麻烦 连忙请老兵喝酒 平息纷争 将学生带出酒吧的保罗 就像一个真正替孩子平视的老爸 他只想提醒安格 不知多少人因为越南断手断脚 别拿这种事开玩笑 巴顿的公子们只去耶鲁或者康奈尔 就是不用去越南 不论他们是否配得上 不论这一切是否合理 唯一的例外 就只有玛丽的儿子 说出来安格或许不会信 保罗在二战时也立志参军 虽然最后只做了空袭警备员 师生间的关系 因为一天的急欲拉近 安格终于鼓起勇气 温吉老师身上挥之不去的欣慰 保罗这才承认 自己患有先天代谢缺陷症 无法代谢体内的三甲胺 只能带着一身鱼腥为生活 五十年来都是如此 安格听爸终于明白 为何老师总要回避女人 悲哀的人生或许是激设 但楼梯设拼凑在一起 也能更加宽阔 保罗渐渐感受到身心的振奋 也越来越乐意与他人互动 玛丽女士不欢迎偷吃的人 也不喜欢出不了学校 就大发脾气的学生 但那还是奉卷保罗 可以带学生参加鬼阴的平安夜聚会 总不能为了校规和疑虑 把聚会当成劫难 安格终于如愿以偿 大家都开始为出门做着准备 而玛丽每次推开衣柜 都会磨缩儿子生前的致富 连一项应付生活 得过且过的单身汉保罗 都开始好好打扮自己 但一些缺陷或许治不好 但还有清心技能补救 各怀心事的三人一同出发 在平安夜到达奎因的家 安格不在意大人的寒暄 只看到从小最爱的雪花球 幸福的童年足以治愈一生 而青春总有情斗初开的时刻 安格与奎因老师的侄女来到地下室 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 是孩子们发挥灵感的天地 安格也至今还记得 自己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见闻 那是父亲和自己一起去的 可惜世上的许多相遇 都是见一次 少一次 玛丽对这个道理实在太清楚不过 如果有人为自己而来 那她也会衷心感谢 人们该做的 或许就是在还能见面的时候 多听从自己的本心 做不留遗憾的事 安格只是庆幸 自己真的有来聚会 站在胡迹生下的保罗 也收到了自己的惊喜之吻 要是拒绝的话 就要走没运了 不过除了奎因的聚会 即便是在平安夜 保罗也无处可去 母亲又年过世 父亲又在自己15岁时 弃子而去 若不是学习成绩优异 达到了巴顿中学的奖学金 后期在考入大学 保罗不知自己以后的人生 将会如何展开 其实后来回校任教的她 也有意气风发的时候 也曾立志在巴顿做出一番事业 至少的至少 也该让学生们更好地步入社会 可惜后来的事件 就连保罗这个过来人也看不懂了 富人夜夜升歌 穷人的孩子被送上前线 变成了风凉话里的炮灰 巴顿中学的恪守成信 绝不说谎的真言 也渐渐成了一句玩笑话 就算奎音再怎么迟钝 也能听出同事心底的落寞与失望 但她还是要安慰保罗 这个社会还有一线希望 世界破破烂烂 但总有人缝缝补补 保罗向外界敞开的内心 也终于被人温柔以待 只是爱情故事还没有开始 就匆匆结束了 保罗燃起的双眸 还是渐渐没了火光 我就知道没人会在意我 也不该对别人抱有期待 不过有的时候 如果实在背负了太多痛苦 其实还可以像玛丽一样 找个没人的角落 痛快哭一掌 她需要的不是大道理和安慰 而是渐渐习惯 没有孩子的圣诞节 欢声笑语上门的三人 最后却是落寞地离开 不过安格更在意的 是自己还能与新认证的女孩 多待会儿 保罗发觉学生不想回校 提醒安格不是自己要绑架谁 我本就不擅长与人相处 本就不是一个虔诚的教育 却还要每天抽出时间 为留校的学生祈祷 祈祷你的爸妈 会开着直升机把你接走呢 只是保罗万万没有讲到 安格绅士的复杂程度 玛丽也干脆提醒老师 不论什么情况 都不该在万家团圆的平安夜 告诉一个被遗忘的男孩 没有人来接你回家 保罗本该是最与安格感同身受的人 可自责一整晚的他 还是因为消沉 煎怒了旁人 或许是为了补救 保罗决定充当一次圣诞老人 只是返校后失踪的安格 还是让老师大为恼火 好在学生并没有违逆老师 简短的节日快乐之后 留校者们过了一个简单的圣诞 安格也收到了一本陈思路 作为宝贵的礼物 除此之外 还有一封邮件 只是安格也无法确定 信封里的钱和笔迹 究竟是否来自妈妈和继父 安格唯一可以确定的 就是今晚丰盛的家庭大餐 以及温馨的节日氛围 的确超出了认知 我去过许多豪华酒店 也在不同国家体会过圣诞节 但就是没有一晚 能和这次相提并论 谢谢你 玛丽夫人 只是这番感人的发言 并没有打动严苛的老师 她愿意让安格实现一个愿望 但去波士顿绝对不行 直到玛丽眼神暗示之后 保罗才同意开展一次学术考察 安格兴奋到跳起 玛丽也得以顺度 拜访自己怀孕的妹妹 汽车就此驶过冬季的小镇 气温依旧寒冷 却有什么东西在渐渐融化 当波士顿的楼宇映入眼帘 消除心理隔阂的师生 也将玛丽女士送打目的地 安格再也不是那个 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的桀骜公子 她帮玛丽将行李搬到楼上 随后与夫人的妹妹成功会试 玛丽对这场探亲之旅 其实犹豫了很久 但活着的人总要继续前进 她有多爱自己的骨肉 却有多希望妹妹能够幸福 姐妹俩都无愧于母亲的名号 而作为一个妈妈 总有笑对人生的权利 告别玛丽的师生俩 则在波士顿进行别开生面的冒险 第一个找上保罗的是街边的风尘女子 见证一场回 觉得安格不敢相信 老师真的是个苦行僧般的男人 他或许过得不太振奋 却尊重任何一段亲密交往的神圣性 并且希望学生以后也能尊重感情 尊重自己的秉性 而归根到底 师生俩开展的是一次学术考察 保罗将年轻人带到淘气展厅 即便是上街年前的古人 也会在艺术中描写难关女爱的场景 他想要借此告诉学生 你所经历的人生困惑与纠葛 都是无数人在岁月里书写的故事 人类的经验代代传承 无论一种行为被视作放纵还是崇高 都直接呈现在后人眼前 我也说不清万事万物的对错 但至少可以向你保证 如果真的想要做好当下的自我 至少还能从那些过来人身上吸取经验 历史从来不是臣服的 他诉说的就是今天 保罗的教导深入人心 安格甚至好奇 为何老师平常不这样讲课 难道保罗不知道 所有老师和学生都讨厌顽固的自己吗 保罗听罢不发抑郁 这是自己多年来假装没看见 却有始终挥之不去的烦恼 不像冰场上自由的年轻人 还拥有大好青春和无限可能 但不论如何 保罗还拥有机会 让安格别踩自己掉过的坑 回忆涌上心头 故人也就此到访 保罗最不想看到的哈佛大学室友 还是带着假校前来打招呼 他与保罗一样 也在曾经就读的地方人家 但那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 保罗听罢无地自容 看着曾与自己一起居住 如今已是大学终身教授的室友 三十年来的心酸 不敢透露半个字 只好仿称自己也给私立学校做研究 安格也伪装成侄子 称叔叔正在写自己的历史学专注 室友听说老同学还过得不错 露出一股出乎意料的神情 随后才尴尬离场 目睹一切的安格不敢相信 成天调学生要诚实的老师 今天竟然带头说谎了 而反常行为的背后 竟是哈佛的一段往事 原来保罗的室友家境优渥 父母是哈佛大学的捐赠人 当初撰写毕业论文时 原本是保罗被室友表借 可最后定责时 被判定受罚的却是保罗 他虽然入读了哈佛 却是一名异业生 毕业后也找不到工作 只能在中学母校做个兼职老师 安格听爸总算明白 为何老师总叮嘱自己不要说谎 因为许多看似玩笑的谎言 其实给许多人带去难以想象的伤害 保罗方才的选强 也只是想保有最后的尊严 如果被室友知道自己在巴顿兼职 对方会将这个故事重复到死 游学第一天就此结束 保罗像往常一样喊学生起床 却从年轻人的行李中 发现了抗抑郁药物 他没有多问 在私下五人时也吃了一把 看来抑郁是失忆者们共有的秘密 为了对抗令人窒息的萧辰 两人干脆前往保林酒馆 保罗胜利时还不忘回击学生 失忆生们其实也不太喜欢你 安哥发觉自己被女孩取笑 干脆问起老师 自己每次与对方交谈的时候 究竟该看哪一只眼睛 保罗被戳中洞畜 将答案留作秘密 好在老师的视力没问题 两人还是能去看电影 现在的安哥去上厕所 保罗也不会再问原因 直到年轻人消失的时间越来越长 保罗才惊觉 年轻人要出走 可安哥并非是要逃跑 而是想拜访亲生父亲 只是两人死刑的目的地 其实并非墓园 而是精神病院 大概是从四年前的某一天起 父亲就患上了早发性痴呆症 安哥做到了父亲交代的每一件事 坚持留在巴顿 考取班级里最好的成绩 并时时刻刻想念着父亲 可在眉非色舞的叙述后 父亲对一切的回答 不过是四年来 一直重复的话 安哥心底期盼 无数次的拜访 就这样在绝望里高中 是啊 那个幸福的童年 那个和睦的家 那相亲相爱的爸妈妈妈 都早已经变成历史了 父亲只是日复一日的 服用镇定药品 连我上几年级了都不知道 他明明还活着 从某种意义上 也离开了 正如我也还活着 但改嫁之后的妈妈 就忘了寄宿学校的我 也许母亲说的没错 我就该去读军校 也许我一直都看错了 自己不该去拜访父亲 因为一看见老爸那副样子 我就担心 那是四十岁的自己 保罗听爸联盟 对年轻人表示否定 没有人会成为自己的父亲 不论大家的父亲 多么希望这样 多么反复地对孩子 施加影响力 你从会又年轻 一定还能闯出自己的人生 花音未落 两人起身迎接探亲结束的玛丽 好不容易进城 晚宴要好好点菜 安哥想吃对面的甜点 可由于其中含有酒精 酒店说什么 也不肯给未成年人上菜 好在城里什么都买得到 安哥与玛丽也不想让孩子失望 三人相互帮助 相互信赖 最终给游学之旅 画上圆满的句号 保罗为这次外出 打破了很多规矩 却没有丝毫后悔 回到学校后 还能与大家一起 读出新年倒计时 当1971的钟声敲响 保罗将爆竹交给大家 为众人献上新年的祝福 和对未来的祝愿 漫长的圣诞假期 在欢乐时光中转瞬即逝 巴顿中学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除了被晒伤的泰德 多少有些变化 换作是从前 安哥不会放过毒蛇的机会 但如今的他 更懂得运用智慧 回到课堂的历史老师 也不再那么生硬地讲课 并给了挂科的同学 补考机会 安哥很高兴 自己没有牵连大家 但他的生母与继父 已在此时 赶到学校兴师问罪 葵野女士也再次找到了同事 尽管现在的保罗通情达理 用最大的善意相信他人 却也躲不过校长谈话 门外愧疚的安哥 也提前向他传达了坏消息 原来自从安哥探望生父后 病人便在医院找着要回家 还用儿子留下的礼物 殴打了医务人员 闻神而来的玛丽不用进去 也知道安哥在被父母迁怒 就要被送去军校馆帐 两人双手相贴 为前途默默祈祷 而保罗的选择 是再一次为孩子打破规矩 说一个人生最大的谎 安哥去看亲生父亲 全都是我一人安排的 安哥是个痛苦而又聪明的孩子 如果要让他离开巴顿 绝对是追悔莫及的错误 走出校长室的保罗 看着最想保护的孩子 一阵释然 至少他真的没有让安哥 重蹈自己教育失利的覆辙 究竟该看哪只眼睛的秘密 也就此揭秘 保罗为坐犹豫 告别三十年来的办公室 而玛丽赠予好友的临编礼物 是一本空白的笔记本 他很高兴 保罗真的打算去希腊意大利 将笔记本写满 想必也不是难事 就像玛丽自己也会为妹妹的孩子 赚好读大学的钱 冬季开始的故事 最终还是在冬季终结 安哥走上前去 想与老师喝最后一杯 但保罗要告诉孩子 他已经说完了最后一个话 而其核心也是公义 让我们都做个诚实的巴顿人吧 都抬起头来 过今后的日子 师生用力握手 潇洒告别 但在彻底离开校园前 保罗还要跟过去做个了断 只见他拿出校长的名酒 直接喝了一大口 随后再吐在地上 往事就此别过 人生路还漫长 前篇完 《留校联盟》是2023年上映于美国的剧情电影 飘飘洋洋的冬雪 见证了一场匆匆的相遇 不过就算假期短暂 相信安格与保罗 也会用一生铭记彼此 故事一开始 两人都是不受欢迎的那类人 总是习惯了孤独和自主 或者浑浑噩噩的惯性生活 无法信赖他人的善良与诚实 但玛丽告诉争吵不休的师生 接纳他人的关心 从不是经天毕丽 而故事的最后 独揽罪名的保罗 也还是决定牺牲自己 帮助这个似曾相识的聪明学生 安格走出了转校的阴影 保罗也就此开启人生新篇章 谁说三人的波士顿之旅 不是学术搞扎 他们其实都在交汇彼此 人生总有匿境 而如何应对挫折 并设法超越困境的匿情商 也是人生的必休课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听完今天的故事 你认为保罗究竟会不会追随梦想 去往心心念念的希腊意大利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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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